大家好,我叫张丽颖,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从教七年,在工作的这么长时间之内,我对于教师这个行业有一定的想法。 我的想法和古人说的一样,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我们会遇到很多学生,可能有一些基础好一些,有一些基础薄弱一些。 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我想在除了给他上课的同时,还会教他一些价值观,一些宏观的概况。 比如说,对于一个初一的学生,如果他本身就学习很好,那么我在上课给他讲题的时候,同样也会告诉他,整个初中数学所有的框架,包括这个知识点在中考会出现什么样的分值,以及会有什么样的考法。 对于初三的学生,我有的时候还会和学生聊天,对于中考自己是有什么打算,对于人生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高中是想出国,还是想在国内读,然后对于自己的人生, 未来的职业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不只是学生的老师,还是他们的朋友,但是还有很多同学,他们是基础相对薄弱一些。 跟这样的学生开始授课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要把课堂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觉得数学不是一件难懂的,不是一种比较折磨的科目。 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对于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是一个必学的知识点,小六下册,闪尸板,第一单元,圆。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辅助的道具,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一类学生,或者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听的一个知识点。 闪尸板,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圆的面积公式的推导,很多课本或者教材或者老师的讲法,给圆的面积就直接是,圆的面积,π2平方带进去,求,求完了这个就完事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于小学生来说,对于他们的一个思维发散,或者对于他们的一个理论认知,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面积推导是怎么推的,首先我手里拿的是一个圆,粉色的这面就是圆的面积,那么它的公式是怎么由来的呢? 在这个之前,小学生们都已经掌握了长方形的面积公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以及正方形的面积公式,那现在我把这个圆变形一下。 我把刚才的圆平均分成了六份,然后把它们组成了一个类似的平行四边形,首先先强调一下它特别像平行四边形,但是并不完全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类似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刚才把圆平均分成了六份,上面的三份我们用粉色来表示,下面的三份我们用彩色来表示,那么这三条弧线加上下面这三条弧线, 这六条弧线就是刚才圆的它的周长,那现在平行四边形的底边,或者说平行四边形上面这个边,其实就是圆的周长的一半。 圆的周长公式,我们之前学过是2πr,那周长的一半就是2πr除以2,也就是πr,那么长方形,那平行四边形的这个底边就是πr。 刚才老师说长方形,是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分的更细,拼接起来就会变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长方形的长同样也是πr。 接下来我们再研究平行四边形的高,平行四边形的高就是圆的半径,那么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能看清吗?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底层高,带入到刚才我们推导的公式,平行四边形的底等于圆周长的一半πr,平行四边形的高等于圆的半径r,综合起来就是πr平方。 通过今天的分享给大家讲解的目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能把初中数学或者小学数学讲得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更真实的理论,让小学生们也自己能参与动手做进来觉得有趣。 很多人觉得在数学课堂上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师的思维和学生的思维并不在一条线上,比如他们还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什么学神用四季来听,什么学霸用微法来听,然后有的小孩听着听着就掉线了,有的根本就是无线就没开机,他们会有很多的说法。 那其实理论上来说,就是说老师的思维速度和学生的速度并不能保持一致,学的很好的同学或者说学的特别好的同学,刚好可以跟得上老师的节奏,还有一些小孩会跟不上老师的节奏,那我们在课堂上要怎么把控呢? 就是让学生会有参与感,他参与到和你的互动来互动当中,可以动手做,动口讲,动笔写,那这样的话他才能真正的参与到这个课堂,才能跟得上老师的思维。 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课,不只让学生可以学到知识点,也可以对他们的人生有一定的思考和方向。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听讲,再见。